政府近几个月在外交上频频有大动作 从去年12月的声援缅甸罗辛亚人集会 到近期重提白交导主权课题和金正南命案 政府都展现出强硬和坚定的立场 针对政府和首相奈斯里纳吉 在外交上的积极态度 潘永强指出 国际上不少国家领袖在面对名望低迷或困境时 都会通过积极外交来掩盖内政问题 这不但能转移人民的视线 也能借此表达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 继而提升人民的支持 他认为纳吉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 我们的政府纳吉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不断地希望在一些外交议题上 能够保持自己的高姿态跟强硬的立场 我想这个是跟他要提高名望 或者是营造个人的强势的形象 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他也认为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 尤其是声援缅甸罗辛亚族穆斯林 能大大提升乌裔选民对国阵的支持 他的首要目标无疑是要在来接大选 守住马来选票 他们主要的这个精力跟资源会放在要巩固跟守护 目前武统所拥有的这西马的73个国会议席 所以他很多这个政治上或者是外交上的动作 以策略都是希望能够稳住自己的传统马来选票跟基本盘 在那集积极通过外交重塑名望的时刻 希望联盟在一席谈判的问题上进展并没有太顺利 昨天土著团结党甚至缺席一席谈判的会议 面对表现积极的国阵 潘永强认为西盟必须团结和减少内部分歧 以及提出更完整的主张和政纲重塑以往强盛的形象 否则在党很难再次创造上一届大选的佳计 过去几年反对党有遇到很多瓶颈或者是困境 所以在反对党的政治策略上 有相当大的一个摇摆或者是调整 那么有一些选民也可能会有所意见或者是不太适应 2013年华人选民超过80%支持反对党 这是一个饱和跟一个顶点 很难再有突破或者再创新高 所以当你这个华人选票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 如果你不能够维持或者是巩固这个支持度的话 它只有往下滑落的一个情况一个可能 潘永强也指出 政府长期面对一马公司风波和贪污腐败等问题 外交工作亮眼也无法轻易缓解人民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因此外交的积极态度或许能在短期内提升国阵政府的形象 但无法完全保证国阵在来届大选的胜算 NTV7 陈伟恒采访报道